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自古以来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佛教的修行人呢 也收到了很好的这个果位的 但现在来讲呢 现代来讲呢 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会碰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外在的这些物质也好 外在的这些各种的诱惑是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那么而这些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呢 也总是很浮动 很容易变动 那么所以现在来讲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想法也好 很多人的行为也好 都开始改变了 甚至每天每天每年每年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动 那我们要必须要记得的第一点 就是佛法它在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固的心 那这是佛法它是不变的 所以你会看到佛法当中所强调的皈依发心也好 或者他在谈到的要自身的持守戒律也好等等 这些都在教导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不受到外在的东西所牵动 而能够稳定下来 那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 无论你是这个中国佛教徒 或者你是所谓的汉传佛教徒 藏传佛教徒 我们都必须要学到的 甚至就是一个人 你都必须要学到的就是 怎么样让你的心能够不要浮动 能够坚定下来 紧张得更加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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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更为 就是我们一半的心能够交给大家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东西华麒丁 以后需要的一些东西料佛教徒 赢了解决保在家里有这个东西 感谢观看